所谓防呆就是你要判断使用者可能发生哪些错误,造成成事就会跳开 这些东西当然除了我刚刚讲的这三种以外,可能还有其他的,请你自己再把它补上去 如果你思虑都很周详的话,你的成事基本上就比较不会犯什么样的错误了 这样的话,基本上你如果想的越周到的话,以后你的问题越少 问题越少的话,基本上就是说你工作里面需要处理的事情也就越少 相对的处理是越少的话,你就省下很多时间了 不然的话,使用者端、客户端经常一直找你麻烦,一直问你问题,你也不生气饶 所以最好的方案是让他们永远都不会吵你,这样的话你会发现你真的就会很清闲 因为其实有的时候问题是自己找的,你没有想的很周虑很完备的话,你就会造成日后的很多很多的问题 所以你要想的很,这有时候是必须要想的很多啦,像我是那种思虑其实算还蛮 这个这个,因为我怕麻烦,所以我尽量把它想的很周到,防止他们也会来找我麻烦 所以后来真的就尽可能的,系统第一个都不会有太多的问题,第二个都自行运作的很顺畅 很多年之后都也没什么问题,这种系统还是最好的系统,不过这里面的话你可能还是要想一下 然后另外的话程式也不要写的太过,怎么讲,太过复杂啦,自己看得懂为原则啦 不然为什么,因为你之后写一段时间,你假如有出错,你自己写的太复杂,或者写的很厉害的程式,你自己都看不懂 对不对,你自己也不知道奇怪,我错在哪里会搞不清楚 所以那个逻辑越简单越好,以后你维护也越简单 OK,不是说你好像程式写的很厉害,当然有个都抄来抄去 那接下来当然第一个我们防止错误,就是第一个如何防迁防呆 这防呆我大概举三种,还有可能有第四、第五自己去想 然后判断有没有输入资料,有个别的还有就是全部的,全部的话就是用偶尔逻辑 如果个别的话就一二三四个,那再来的话判断数字 判断数字的话,其实你可以从这边把它复制过来改 因为我们只需要判断二三四嘛,二三四才是数字 我第二个是判断是不是为数字,那怎么判断是不是为数字 其实刚好VBA里面有个函数,这个函数名称 其实在VBA里面有一个函数,函数的名称 你如果打一个VBA开头,它点下去会有个叫N开头的 N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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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VERIC... 这边,那后面我...它后面会干扰到,我把这些先滴掉 点什么NUVERIC...NU...NUVERI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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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们如果没有常打的话 那判断是否是一个数字的话 它的开头一定是IS开头 IS开头 是否为什么呢 一个数字 它这底下有一个IS numeric OK 那其他还有什么 IS empathy IS date IS array IS error miss等等的 我常用也许这个 好 是不是一个数字 那你怎么样 给它一个什么 Test bus 2 比如说我今天要判断的是 Test box 2 点Test 就丢一个那个资料给它 是否为True的话 那这边的话呢 是不是 如果它不等于 如果不等于 这个是不等于 不等于True 因为我需要知道的是 它不是一个数字的话 不是一个数字的话 那如果它是一个数字 那就True啦 可是我要抓的不是 不是那个 这个数字的话 特别注意 它有逻辑 可能你要稍微记一下 不等于 你不能这边 预设是等于True啦 或者是你可以什么 等于False也可以 这样也可以啦 它有两种逻辑 一种逻辑是什么 不等于True 一种等于False 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 等于False是相反的 OK 为真 OK 或者是刚刚有不等于True 这个是第二种逻辑 两种逻辑结果是一样的 所以两种逻辑一样 所以不一样的工程师 他的思考方向不一样 写出来不一样 所以程式永远不会有固定的写法 像我有时候写这样 有时候呢 真的要把它写固定还真不容易 所以我有时候尽可能写固定 因为我怕说 我每次写的如果不一样的话 那每次如果等于写等于False 同学会问说 老师为什么你又写的不一样 那两种为什么 那其实两种都可以 OK 那这边的话呢 如果不等于True 表示它不是数字 如果不是数字的话呢 那就是Match Box 请什么 请输入数字好了 假设这边就给它一个Match Box数字 那底下也是一个警告 然后游标一样把它清空好了 把里面的资料清空 所以这边的话呢 就是先把Test Box2里面的资料 点Test 清空资料的话呢 就是把资料等于什么 等于空的嘛 然后再把游标再帮我放上去 然后离开那个 有没有 那做一个之后的话 当然你可以拿做第二个 就是3 然后再做什么 做4 因为呢 我需要判断的有 有总共会有3个嘛 所以这边的话就是2、3、4 然后分别这边一样 要把它改成3 这边改3 这边改4 好 这样的话呢 我就把这个 数字部分判断完了 这个时候接下来试一下 执行它 嗯 再来就是CCC 它Enter一下 然后呢 假设我输入的是 也是AAA好了 好 按确定看看 好 它它当然哦 第一个它会先判断空的 所以我这边先 假设这里下我输入的是正确 这个是不正确的 你发现请输入数字 按确定 没办法 它把它清空 游标放上去 你一定要输入一个正确的 按确定 好 这样才会输入 好 这个是第二种防呆 就是数字部分 但是第三种防呆是什么呢 如果它输入的资料怎么样 不是0到100之间 那逻辑怎么下 其实也是一样 你可以把这个拿来复制一下 然后改什么呢 如果它里面的资料 假设Tesbar是2里面 记得哦 先把它先转成整数之后 然后呢 假设Tesbar的判断是 如果它里面的资料是大于100 第一个 第一个 第二个是什么呢 有可能是什么 小于0 那这些都不对 或者是 这个 转成什么 转成那个整数之后 如果是小于0的话 大于 这个是大于100 如果它里面的资料是大于100 或者是 它里面的资料小于0的话 如果这其中一个发生 那表示什么 请输入 应该算什么 正确 数字 就是 0到100之间 因为它输入的不是0到100之间 这个逻辑是一定要输入0到100之间的判断 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上那个 假设它输入不正确的话 DTD OK 然后 这输入是120 那其他有输入正确 按确定的话 那这个不对 对不对 它会怎么样 它会把它的资料清空 游标再放上去 然后并且请输入正确数字 OK 那一样的方法 所以 做完一个之后 另外一个 也可以把它什么 复制 贴贴贴 我看一下应该云端上的东西是 我看这个 写 不过我这边是没有包那个 CRNT 我是建议先把它转 CRNT 再来做那个 判断会比较好一点点 那如果说你对那个这个CRNT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转型不太熟 我建议你按F1 F1之后的话 里面也有一些相关说明 它说什么type的那个 转换的一个 相关的说明这边有 那里面的话转型这边有这么多啦 那各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转成 double的话就有小数点最大这样 那CRNT的话是这一个 它是帮你转整数的意思啦 不过记得 它这个CRNT最大呢 只能32767 如果你里面放的数字呢 会大于这个数字 那你可能就要用这个 Cロ 不然的话呢 它会有那个异位超过 它放不下了 OK 所以这边有 如果你是小数点的话 Cdouble 如果这个Cdouble呢不够放的话 那你可以什么 放Cdissimo 不过理论上Cdouble 可以放这么大 这么大的数字啦 应该也够放了 它有小数点而已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你可以按F1里面都有答案 来试一下 所以呢 房贷 总共我大概想到有三种 当然不是只有这三种 如果你要很完备的话 可能会有第四种 可能有第五种 等等的诸如此类的 OK 试一下